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好,感谢主 很高兴能够来到美城的教会 让我们一同敬拜神,一同分享神的话 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财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在主日的清晨的时候 你的爱来吸引我们 让我们一同来敬拜,来赞美你 主啊,我们如此事奉,是理所当然的 求你能够格外与我们同在 也让我们的心安静在你的命前 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 好,让你的话能够解开发出亮光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得以通达 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 让主格外与我们同在 我们特别把我们的牧师 万牧师教徒在你的手中 他一些弟兄姐妹在以色列 求你能够与他们同在 祝福他们,感谢赞美主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当中 都提到这个智慧 得智慧的就是得聪明 这人并未有福 智慧人呢,必承受尊容 所以恳求神能够让上帝的儿女 都能够成为一个智慧之子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 就是智慧与人生 《真影书》里面讲的最多的就是智慧 智慧可以让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加的有意义 同时呢,我们的人生的体验和经历 也让我们在敬畏神的情体下面 让我们病得更加的有智慧 当我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并不是说我已经很有智慧了 我觉得呢,我恰恰相反啊 我不是一个特别这个有智慧的人 甚至从小开始啊 我都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这个愚钝的一个人 就是反应不是很快的一个人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 我爷爷在田里面干活的时候 抓到了一个河瓣 你们知道河瓣是怎么样了? 看看图啊 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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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面,再下面 对,再下去,再下去,不好意思 好,就这个东西 这个河瓣就是蛮大的 就是那个时候啊,这个田里面都有很多东西的 上鱼啊,尼丘啊,河瓣啊,鱼啊,都有了 现在都没有了 都被这些这个药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田都搞了 就啥都没有了啊 所以这个有些时候科技发达也不一定好啊 所以我觉得小时候 田里面都有逆秋去抓一点吃吃啊 上鱼抓一点啊 那河瓣也 我爷爷抓了两个河瓣的时候 他跟我讲 他说你把这个河瓣带回去啊 叫奶奶中午烧给你吃 他说你一定要抓牢哦 抓不牢它会跑掉的啊 所以我就很担心 我就抓了这两个河瓣啊 使劲,使劲,使劲,抓得手都酸了 我就很担心他会跑掉啊 一路上很担心 回去以后我就交给我奶奶 我说奶奶啊 啊,你一定要抓牢啊 抓不牢会跑掉了 奶奶就笑了啊 我现在后来长大了 我想想哦 他娘是不会跑掉的啊 可能我爷爷跟我开玩笑 但也可能我爷爷是想让我把他抓住啊 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印象当中 经常做一些不是很聪明的事情啊 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讲过 我隔壁的一个人啊 他不小心的时候脚被那个钉啊 刺到,踩到钉的时候脚踩伤了啊 我就说这怎么可能会踩,会钻进去呢 我说我也上去试一下看 哈哈哈哈哈哈 他,他脚翘在那里啊 我说我去试试看 所以我也踩在那个钉子上面 一踩,诶,真的没有刺上去 我说我转一圈也不会刺下去 结果转了一圈的时候 钉子就刷啊 把我脚给刺透了 我拔都拔不成了 痛得要命 后来我跟他一样脚也翘在那里 翘了,翘了三个月 因为这个钉很秀的 我爸妈妈说你怎么这么傻啊 你这么傻 所以我在我印象当中 小的时候都特别的鱼肿 还有呢这个非常的敏顶 都是性格非常的这个内向 我看到人的时候 我不太不太讲话 不太讲话 不善于跟人交往 所以我要读神学的时候 要奉行读神学的时候 我家庭里面我们的亲戚啊 多数人都是基本上都是反对的 都是反对的 他们觉得我不太合适 他觉得做全道人的话 要悟性高 口才好 对吧 近人不紧张 很会讲 但是我恰恰相反 我是那种反应慢 不善于表达 见到僧人 我很敏顶 我不知道怎么怎么跟他讲 不知道怎么跟他讲 我看到神 当人的时候做了牧师以后啊 我觉得神在我身上改变很多 我越来越多的亲近神的时候 在神的里面寻求智慧 我真的知道神是智慧的源头 虽然我现在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但是必已经有智慧多了 必已经有智慧多了 现在我觉得我跟人的交流也越来越在进步 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真的神是智慧的源头 让我们去敬畏他 让我们多读圣经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 你觉得不够有智慧的话 让他来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你亲近那个智慧的源头 会让他变得有智慧 你多读圣经 真的会开启他里面的智慧的心 我自己的一个认识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心灵当中 上帝都放下很多生命的种子 智慧的种子 或者他某一方面的才华 恩赐的种子在他的里面 有的人在这方面很强 有的人在那方面很强 但是如果你没有去浇灌他 你没有去发掘他 那个种子在他的心灵当中 在他生命里面一直不会发芽 但是如果你不断地浇灌他 让他启发他 更重要的让他靠近上帝 让我们的神让上帝的话语 去唤醒他里面的那个生命的种子 有一天当他长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突然之间突飞门进 突然之间在某一个方面 突然之间就用现在的话 就是突然之间开窍了 突然之间他就改变了 所以求上帝灵敏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 都能够有智慧 让我们过着智慧的人生 那如何呢 让我们过智慧的人生 第一个方面 敬畏上帝认识自圣者 敬畏上帝认识自圣者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该端 认识自圣者并是什么 聪明 《真影书》的第九章第十节里面 所以敬畏上帝认识上帝 是你拥有真正聪明智慧的开端 一个人不认识上帝 是不会有真正的智慧的 哪怕他在世界上 你在人看做得很成功 但也不算一个有智慧的人 所以认识上帝很重要 如果一个人灵自己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往哪里去 最基本的生命的问题 都没有答案 怎么能够算 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 前一段时间 我看海外校养的时候 海外校养里面有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 《空虚之下,恩顶之上》 这是在空虚的之下,恩顶之上 这个作者是个罗阳 他写的 他是附近沙县人 沙县有个什么沙县小词 这个很有名的 他在农村里面长大 他爸爸妈妈在恋爱的时候 经历很多的波折 很多的坎坷 很不容易他们走在了一起 但是真正结婚以后 没有多少年 又出现很多的矛盾 很多的吵架 很糟糕 关系非常不好 人往往是这样子 在恋爱的时候 很多的缺点都被遮盖了 然后结婚以后 才发现有很多的问题 对吧 所以有的人说 这个恋爱的时候 这个结婚以后流的泪 都是因为恋爱时候 脑袋进了水 这个恋爱的时候很冲动 脑袋进水 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排除万能 一定要在一起 但真正在一起以后 才发现有很多的眼泪 很多的张力 很多吵架 他妈妈是个对生活很有野心的人 或者你也可以理解 很有雄心、壮志 他妈妈不甘心一辈子在农村 他极度的向往大城市的生活 富足的生活 不想过这种平平淡淡的生活 他说他爸爸是一个安于性壮的人 不愿意折腾 他觉得生活能够过得去就好了 世事安稳 这就是最好的人生 最好的幸福生活 为什么一定要折腾 一定要超越你自己能力的 一定要去打拼 怎么样 把人搞得这么累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两个人 人生观不一样 也不能说谁对谁错 对吧 有的人喜欢世事安稳 觉得这个 这么过得去就好了 有饭吃就好了 但有的人就觉得 我一定要怎么样 怎么样 那没有对错 没有对错 但是因为了他们两个观点不一样 所以一直吵架 一直吵架 吵得不可开交 所以这个孩子就照样了 所以他一直在这种 这个压抑 这个迷满 这样的状态当中 成长 所以内心就很忧郁 在他读高中的时候 他成绩很好 所以他把所有的精力 把所有的这个 这个心中的这种愤怒也好 不忙也好 都发泄在他的学习上 都说很认识 我跟你们讲 有的人孩子看起来很 读成绩很好 或者说感情谈得很好 或者某一个方面很好 很多人就觉得他很优秀 那不一定是优秀 真的是不一定优秀 也有一个孩子他跟我们讲 他感情谈得非常好 他为什么他感情谈得这么好 他跟我们讲 我们当时觉得 哎呀你真是厉害 他说因为我在家庭当中 太压抑了 父母对我的那个掌控 太强了 我对人生对家庭 很多的愤怒和不满 但是我没有办法 所以我就把这种情绪 就发泄在感情上 我就咔 我听得到很心酸 很心酸 有的人孩子成绩很好 但是不一定说他很优秀 或者说他不一定他很健康 他把很多的愤怒 不满情绪都发泄在你 我就拼命堵搜 他就是这样 所以表面上有多少荣光 心里就有多少心酸 他就是这样 他真的很好 他考证了心里面最好的中学 中学里面最好中学里面的 最好的重顶班 但是他进入到那个重顶班的时候 他开始感觉到压力 学习的压力 另一个方面 他周边的同学 因为在县城的 很多家庭的条件都很优越 所以他看到自己在农村长大的 他突然感觉到自卑 感觉到无奈 所以他要寻找更高的 那个价值的依托 但是他找不到依靠 然后家庭也不是他的依靠 父母整天吵架 所以他心灵当中 有很多东西 他没有办法去诉说 他觉得在同学面前 他很自卑 因为他的成绩 已经不算最好了 因为已经进入重点 中学里面的重点班了 然后在父母那里 他又没有找到一个出口 所以他就选择逃避 选择放纵自己 还在读高中的时候 他是开始通过各种色情的东西 来满足和麻痹自己虚空的心理 他读大学 考上大学 他也考上了一个好的大学 但是他发现大学也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我发现特别国内的很多的大学 很多人都在那里放纵自己 没有很好地去学习 所以他就开始迷失了方向 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不知道前面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也没有人告诉他未来的结局是什么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他想把握生活 但是生活却让自己成人 他想参照生活 但是生活却让他迷失 所以当他经历了一系列的一些压力 失败等等这些事情以后 他的意志 他生活的意志就开始崩溃 他开始感受到他自己一无所有 灰心绝望 所以他甚至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后来他听到了福音 他认识了上帝 神的儿子 亲自道成路生一人的方式 降临在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 耶稣基督降临在这个世界当中 圣诞节马上要到 他是神 但是他道成路生来到地上 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个虚无和无奈的世界当中 释放出来 耶稣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是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好让我们在他里面体现生命真正的价值 所以罗养开始体验上帝的爱 开始感受接纳自己 我的生命是有尊严的 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是有尊荣的 而这份尊荣是来自于上帝 来自于创造生命的这位主 他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要过着敬畏上帝的生活 他要过着信靠上帝的生活 因此他慢慢的心里存着极大的盼望 安慰喜乐 所以敬畏上帝 认识上帝 才能够让我们找到生命的真谛 体验生命的尊严 这才是人生大智慧 所以首先你要过着有智慧的人生 你要敬畏上帝 要认识自身者 这才是智慧的开端 这才是聪明的开始 所以我在座的如果还有木道的朋友 或者你还没有真正的接受这位上帝 我格外的盼望你能够去敬畏上帝 认识这位上帝 让你过着有智慧的人生 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智慧的人生第二个方面 就是心领明者 不做浮屠事 你的心领要明者 明者这个词 圣经里面用了十一词 圣经里面用了十一词 明者这个词 在英文当中 这个明者的意思就是识别 领悟 认识 紧张的也就是可以理解为 察觉 能够清楚 能够并免 这就是明者 你对一些事情你能够察觉 你对人生的一些体验 你能够察觉到 你能够领悟到他的真谛 能够并明一些东西 这个就是 你就是一个明者的人 这就是智慧 就不会去做浮屠的事情 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 在真言书十章二十三节 真言书第十章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望人以行恶为细耍 明者人却以智慧为乐 这个愚望的人 以行恶为细耍 他做恶 他当做 他做做好玩 很多人在把做恶当做好玩 我们我以前在老家的时候 在温州老家的时候 在农村里面 这个有一个人 他专门以做恶为细耍 他干坏事 他觉得好玩 这个就是糊涂的人 就是愚望的人 有一次我们 有几个零色的人吵架 吵架也是小事情 一夫人家 他家里种了菜园 种了葱 种了青菜 大蒜 种在菜园里 隔壁另外一家 养了很多的鸡 结果鸡老跑到他菜园里面 把他的菜吃了 把他的大蒜给吃了 然后呢 他吃得不开心的 就赶那个鸡 赶鸡的时候有点愤怒 就赶得比较激烈一点 鸡就被他追的 就飞了 一飞就毛就掉了 毛就掉了 鸡的主人就不开心了 所以就吵架了 就是小事 所以中文里面有一个成语叫什么 鸡毛蒜皮 就是你的鸡吃了我大蒜的皮 我一感激鸡就掉了毛 然后就吵架了 他们也是这样 另外一个在菜园的人 他就讲了一句恶言 这个威胁的话 他说你下次鸡再来吃的话 我就在我的院子里面放一些老鼠样 然后其实他只是说说的 结果给那个作恶为戏刷的人听到了 他就很开心 所以那天晚上过了几天晚上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真的去放了老鼠样 结果过了几天 隔壁那个鸡都死了 结果他就骂那个菜园的人 菜园的人说我没有放老鼠样 他说你那天说要放老鼠样 但是我是说说的我没放 他说我怎么会相信你呢 你自己说要放老鼠样 真的把我的鸡都弄死了 要吵得更凶了 他说那个真正放老鼠样的人 开心得不得了 终于又吵了终于又吵了 他基本上干这个事情 后来他自己说出来 他闷不住了 他觉得自己很厉害 所以私下就跟别人讲了 后来别人才知道 我真正放老鼠样的是那个人 很多人就是做一些恶作剧 作为这个戏耍 对不对 这个澳洲也是一样的 有些听一句啊 这个是很不好的 经常做一个一些恶作剧 对不对 来搞搞你 拍卖卖房子的时候 不是放了一些牌子吗 每个路口放牌子 有的听一句就把这个牌子乱放 放到另外一条马路上 有的人年纪大的人 这个手机导航不会倒 闹来闹去闹来闹去闹 找不到这个拍卖房子的地方 等早到了这个拍卖都拍完了 那这个 所以有很多人喜欢做愚望的人 以行恶为戏书 但明哲的人是怎么样 我们做明哲的人 却以什么 智慧为乐 要以智慧为乐 所以不要把作恶当有趣 要以智慧为我们的喜乐 正言书还有一处圣经 在十七章二十四节 十七章四二十四节 说明哲人眼情有智慧 愚昧人什么 眼望地极 就是明哲的人 能够把眼情的事情 能够处理得很好 眼情有智慧 愚昧的人老是什么 眼望地极 眼望地极就是 找隐喻 不找兵记的东西 你眼望地极干嘛呢 老是想着 这个根本就不找兵记的 有的人会在想 有一天 我当了国家主席怎么办呢 有的人会在想 突然有一天 我中奖了 得到了一个亿奥币 那我怎么办呢 你的问题在哪里 书读的太少 想的太多 有很多人就是 老是眼望地极 着眼于不找兵记的东西 而眼情应该做的事情 应该处理的问题 就是一团糟糕 这就是愚昧的人 一个明哲的人 我们是眼前有智慧 你今天应该做什么 你把你现在的事情 都把它处理好 你的人生不会差 你要把眼前做好就好了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在农村里面擦秧的时候 要擦秧的时候 大人就告诉我 你就看眼前那几株就好了 你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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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自然到后面的时候 就是什么 就是纸 对不对 就是纸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常常没有把眼前的事做好 但是你去想的很多 你去想得很远 但是很多东西都是不找边际 跟你想的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把隐情的 要做得有智慧 你信在的 不要因为 找养于不找兵机的东西 但是你去损失了你隐情的 你把今天没有过好的时候 你每一个今天都没有过好的时候 你的未来是不会好的 你只有把每一个今天过好 今天的事情把它做好 你的未来自然就好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就是不要为明天又旅 明天自有明天的有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所以你要做一个明者的人 隐情的事情 要有智慧的去做出 让我们的人生当中 充满了智慧 少做糊涂事 要有识别的能力 不要散荡 不要被人骗 请几天我的一个朋友 在微信里面跟我聊天 就说他被骗了很多钱 被骗了很多钱 在澳洲都可以买一套 很好的缓子 很多人常常会被欺贫 所以你没有识别的能力 很多人也是因为 内心的贪婪 所以会做糊涂事 圣经当中也提到 不做糊涂人 不做糊涂事 比如说扫罗 举几个例子 扫罗 撒末尔记上十三章十三节 撒末尔对扫罗说 你做了糊涂事了 没有遵循耶和华 你神所丰富你的命令 若遵守 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 经历你的王位 直到永远 扫罗你做糊涂事了 好的做书 撒末尔记上二十六章二十一节 扫罗说 我有罪了 我儿大卫啊 你可以回来 以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 我必不再加害于你 我是糊涂人 大大的错了 在扫罗的身上 我们看到他做糊涂人了 做糊涂事了 本来性气是祭祀的事情 但是他以为自己是君王 我也可以狂傲自打 结果呢 就做了糊涂的事情 本来大卫是一个很优秀的 他的勇士 很优秀的一个勇士 而且还是他的女婿 当时因为扫罗的嫉妒 骄傲 心中的嫉妒 所以他要追杀大卫 大卫有机会害掉扫罗 杀死了扫罗 但是没有杀他 那个时候扫罗有稍微一点点醒悟 他说我做糊涂人了 我大大的错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嫉妒又让他失去了理智 又要去追杀大卫 所以很多的时候那种骄傲 那种狂傲 以及我们心当中的那种忌妒 会让我们失去智慧 会让我们失去智慧 所以很多人就是这个样子 很多人本来是好朋友 但是因为心当中的那种嫉妒 甚至加害于自己的朋友 加害于自己的朋友 我有一次看国内的一个报道 有一个闺蜜在同一个庆室在读大学 她的一个好闺蜜 被美国的一个很好的大学录取了 所以那个同学就给她分享 她说我跟美国某某一个大学录取我了 哎呀我马上要去那个大学了 对吧 因为是好朋友 因为感到喜乐 但是她很嫉妒她 凭什么你去美国读这么好大学 我不可以 就很嫉妒她 很嫉妒她这个因为是好朋友 她又说不出来 结果她就偷偷的 因为她知道她email 对吧 知道她朋友的email 她偷偷的用 用替她的同学给那个美国的大学 这个 因为知道那个美国大学 这个email的地址就给她发封信 就是说我要放弃读这个大学 结果后来那个美国的那个大学 就把她取消了 名额就给取消了 后来她一直等那个东西 结果等到最后没有 后来被查出来 当她查出来已经没办法了 所以这种嫉妒 这种嫉恨 把自己的好朋友 就落在一个很糟糕的位置 让她自己也承担后面的后果 扫罗就是这样 大卫是她的女婿啊 是吧 是她的勇士啊 大卫对她那么忠心啊 但是她因为心中的嫉妒 就想加害了她 就做糊涂人 所以求主灵敏我们 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有 在教会当中 本来我们可以一起很好的事 本来可以很业起的同心 和离心患主的教会 但是我们每个人的恩赐 每个人的才能 上帝给我们的托付都不一样 所以很多的时候教会 因为人的骄傲 因为人的嫉妒 所以常常产生很多不和谐的东西 常常不能很好的彼此配搭 把主的教会做得更好 所以求主灵敏 我们让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的人 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明哲的人 真言书十一章第二节里面说 骄傲了 也羞耻也了 清训的人却有智慧 第二个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怎样做一个明哲又智慧的人呢 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到十七节里面说 要爱惜观音 因为信经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要爱惜观音 信经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所以当你不爱惜观音的时候 当你浪费时间的时候 当你不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糊涂的人 就不是一个智慧的人 在彼得情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五节里面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是克里是寄居的 要认识到 我们在地上是克里是寄居 我劝你们要警戒露体的私欲 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 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 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并在静差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上的承载 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上 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要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 所以我们要平行端正 我们要顺服在地上的这些制度 才能够堵住这些糊涂无知人的口 不要让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的行为受到别人的毁谤 不要让我们的神受到别人的毁谤 首先你自己不要做糊涂无知的人 所以要警戒肉体的私欲 要品行端正 要顺服地上合理的制度 都是我们要做的人 但有很多基督徒做糊涂的人 有一次有个人告诉我 有个人在做见证 做什么见证呢 他就在上帝祷告 因为他想通睡 然后想通睡就拼命祷告 千万不要让我被惨到 千万不要让人惨到 结果真的没有被惨到 他就说 感谢赞美一致 去你我睡透了 但是没有被惨到 这个是别人告诉我的 这是糊涂的人 糊涂的人 有一次我亲爱听到 我坐在下面听 有人在做见证 在国内的时候 我坐在下面听 他做什么见证呢 他说有一段时间 他没有钱了 他没有钱了 所以他需要钱 所以他到教堂里 就拼命祷告 那你再做礼拜 你为我预备 我没有钱 然后礼拜上了之后 他车上停车停车场 结果到停车场 正想开门的时候 正想开门的时候 结果到他的车门下面 有一个情报 有一个情报 然后他把情报紧起来 打开一看 里面有很多钱 主啊感谢赞美你 为我预备起来 对吧 我刚刚在祷告完 刚刚在做礼拜的时候 对吧 我听了走 难受得不得了 你还好意思做见证 对吧 捡了钱不还给别人 拿了钱包不还给别人 还说是上帝给你预备 对吧 糊涂人 对不对 糊涂人 我觉得神的名 这是被他羞辱 对不对 这个肉体的私欲 品行的不端 所以这都是个糊涂人 所以很多很多的人 因为对上帝的认识不轻 信仰这个糊涂 所以带出来的行为很糊涂 他还以为是 会上帝做竞争 其实在修乌上帝 所以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上帝的讹 在这个世上要做智慧自治 你的智慧会让我们的神得了荣耀 让教会有荣光 如果我们是糊里糊涂的人 我们会让上帝蒙羞辱 让教会蒙羞辱 让福音受到拦阻 所以求上帝能够灵敏 恩待我们 让我们心灵敏者 不做糊涂事 第三 情景生活 享受福乐人生 这是第三个大点 就是我们的智慧人生的第三个方面 我们要情景的生活 这是智慧的体现 不要做一个懒惰的人 你要做一个勤劳的人 正言书26章14节说 门在枢纽转动 懒惰的人在船上 也是如此 这个门在枢纽上面 但是他都不动 懒惰的人在船上也是这样 翻来翻去 但是人都是不动 懒惰的人 在船上也是如此 正言书10章26节说 懒惰的人 叫猜他的人 如触道牙 如阴顺目 你叫一个懒惰的人做事情 就像触道的牙齿上一样 酸得不行 像阴顺你的目 眼睛一样 欲哭无泪的感觉 或者说泪流满面 对不对 真的是这个牙齿 你叫一个懒惰的人做事情 真的是会这样子 所以圣经对懒惰与勤劳有很多的对比 正言书10章4到5节说 守懒的要受贫穷 守情的却要富足 夏天举脸的是智慧之子 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休之子 就是让我们做勤劳的人 不要做懒惰的人 正言书13章第4节说 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 殷勤人必得风欲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在主里面殷勤的人 圣经也教导我们说懒惰为幽怀行事的必受注重 所以我们要做个殷勤的人 圣经有很多的劝名 真言书6章6节 懒惰的人要去查看蚂蚁的动作 就可以得到智慧 蚂蚁真的很勤劳 夏天的时候距离很多 冬天的时候做预备 罗马书12章11节 罗马书12章11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残常服侍主 殷勤不可懒惰 心里要火热 有的人心里冰冷 头脑发热 心里要火热 四分三的要心里火热 要残常服侍主 残常服侍主 所以求主能够灵敏我们 让我们有智慧 心里火热 有的人心里不火热 头脑又没有智慧 所以这个是很糟糕 很糟糕 我发现教会里面 现在这样讲 原谅我这样讲 有些时候会发现 这样一个现象 往往热心的人 不太有智慧 有一定智慧的人 往往不太热心 我觉得这个很糟糕 就是这个灵性 跟理性没有平衡很好 有的人做事情比较认真 很多方面都很得体 但是很冰冷 有的人很热心 热心都不行 但是有些说做事情 很没有智慧 所以他的热心 反而让很多人受不了 甚至有些父母也是这样 对孩子的很多的教导 信仰 反而让孩子反感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 我们只要心里有热心 同时有智慧 同时有智慧 所以我们的灵性要理性化 理性要灵性化 信仰要生活化 对吧 生活要在信仰当中 要互相 所以这样让我们做一个什么 有智慧自知 如果你敬畏上帝 有智慧 不做浮屠事 又勤劳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 富足风裕的人 接下来你要做一件事情 我在读真影书和全道书的时候 真影书跟全道书都是讲智慧 所以我在读真影书跟全道书的时候 我名利自己总结了六个字 就是敬敬敬敬敬敬敬 这是我总结出来的 我总结出来 敬 第一个敬 第一个敬 就是你要敬畏上帝 才有智慧 第二个敬 你心里面要平静安稳 不要像波涛顺利 不要被愤怒 被嫉妒 被欲望 被贪婪 充满在你的内心当中 你要心里当中是安静的 第三个敬 就是干净的敬 你是一个洁净的人 你是一个圣洁的人 是一个干洁的人 不是误会的人 不是作恶的人 第一个敬 就是紧单 就是紧朴 就是紧单 很紧单 就是做事不要那么有多的 那么多的一个鬼杖 那么多的鬼杖 耶稣曾经对 叫小孩子来到他的命迁的时候 说你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天国里就是这样的人 人在小的时候快乐很简单 人长大以后 简单很快乐 所以当你简单的时候 你就会快乐 全道书第七章二十九节 有一句话说 神造人娘是正子 但他们寻出许多的什么 巧劲 所以你要紧单 你就会快乐 就会快乐 第二个简呢 就是情景 生活当中 我们不需要背负太多 以至于我们失去了 娘有的喜乐 任何的东西都要有节制 这个节制就是简 第二个简 很多的东西不一定是越多越好的 不是越多越好的 这个节制很重要 这个简很重要 很多的时候生命是简法 不一定是增加 就像一个愿当中的树一样 愿当中的树里面 果树你要修紧掉一些多余的东西 它才会结果子更多 圣经也是这样说的 你要把有一些东西给它修紧掉 它会结果子更多 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 你要紧掉一些东西 我发现有些人的冰箱一打开 塞分满满的 吃来吃去就吃外面的这些东西 里面东西都烂掉了 发霉了 他都不知道 把污染的一塌 把冰箱都污染 有的人的衣柜一打开 这个衣服多得不得了 但是穿了穿去就外面那几件 所以现在夏天了 把冬天的搬进去 有秋天了又搬出来 然后四季都在搬衣服 搬来搬去搬来搬去 你会发现很多的衣服都是没穿的 所以我要劝你 如果五年之内这件衣服你没穿过 赶紧扔掉 或者送掉 现在不是有旧事军 很多教会 不是有可以捐掉 我三年你都没怎么穿的话 你可以考虑拿出来 再放一段时间 然后再不穿就赶紧送掉 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增加你的负担 让你失去生活的享受 你每个季节都在搬来搬去 搬来搬去 搬来搬去 浪费你的时间 然后未必给你生活带来很大的享受 你只有节制 只有节 你才会享受生活 真的是这个 你才会感觉到那个东西带给你享受 任何东西都是这样吃的 任何东西都是这样吃的 你很喜欢吃海鲜吃盘鲜 今天那里吃十个盘鲜 你还有享受吗 你没享受 你只有适当地控制自己的欲望 你才能够感受到生命当中带给你的福乐 所以第三个井 就是井少 不断地减少 有一些东西都不断地减少 其实生命到最后的时候也是不断地在减少 生命的过程上就是在不断地在减少 到最后的时候就留下你自己的生命 那个生命才是丰盛的生命 你外面有很多的东西 残累着你 包裹着你 你会发现你里面的生命越来越萎缩 越来越脆弱 所以就我们生命不断地在减掉的时候 所以耶稣说 为我世上生命的必什么 得到生命 真的是这样 你不断地在为在上帝的面前 越来越多的来减少你心中的很多东西的欲望 残累你的东西 然后你跟神越来越接近 你越来越亲近上帝 你会发现你里面的生命越来越丰盛 越来越蒙祝福 所以最后我要做个总结 只要我们敬畏上帝 论识至圣者 就得到属听的智慧聪明 心领明者 不做浮屠事 不做浮屠人 一生当中懂得勤奋 懂得节制 懂得紧约 你一定能够在神所赐你的明日当中 享受所得的 终究必得福乐和尊荣的人 你的一生当中生命就有福乐 就有尊荣 就有生命的散赐 所以让上帝能够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世俗的世界当中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成为一个智慧之子 能够让你的生命成为你的尊荣 成为你的荣耀 以后我们一起来打告 侄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的恩典 今天在敬拜的时候 你再次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 让我们的人生过得有智慧 让我们的人生过得有意义 首先让我们认识你 让我们敬畏你 好 让你那里得的智慧 也跟我们在人生当中不要做浮屠师 让我们成为一个在神的命中 在生活当中有智慧的人 让我们的人生是满有福乐 满有尊荣 主啊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不应该做个浮屠的人 我们应该做个聪明智慧之子 求主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在地上的人生当中 能够不要做浮屠人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一生当中有尊荣 有荣耀也荣耀你的名 感谢赞美主 让主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真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